专家对斯罗偷税案发表看法西班牙世界报消息 财政专家认 为斯罗的逃税情节比梅西更严重 但处罚却比梅西更轻微 斯罗和公诉人达成协议后 被罚款1880万欧元 免于牢狱之灾 西班牙财政部的专家认为 斯罗本应该缴纳6倍的罚款 他的逃税金额是梅 稀的三倍多 斯罗的刑期被转化为了罚款 而梅西还有21个月 的刑期缓期执行记录在案 专家还指出 西班牙2013年 修改刑法后 斯罗逃税是犯罪加重 而梅西只是财政违法 2016年 梅西被指和父亲一起逃税410万欧元 两人都被 罚款 且返还没有支付的税金 但高等法院坚持他服刑21个月 斯罗和梅西都不会服刑 因为根据西班牙法律 被判两年以下有期 徒刑的出犯 无需入狱 税务部门刚开始称 斯罗逃税1470万欧元 是梅西的三倍 但随后他们确认 斯罗只被指控逃税570万 刺客足球